纪录片《看见台湾》导演齐柏林及助理陈冠奇 6位10号为拍摄《看见台湾2》看警时 不幸坠机罹难 今年家属在台北第二殡仪馆 为两人举办告别式 前总统马英九和夫人周美清 神情哀妻步入灵堂至迹 并向家属致意 周美清与齐柏林遗孀相拥而泣 场面令人鼻酸 齐柏林儿子齐丁环 感谢所有来致意的亲友 他说事发到现在 人觉得这是一场梦 但他会努力朝着父亲 遗留下来的典范宣扬理念 我爸爸的博爱 不仅限于他的家人 更光须整个台湾 宽厚 我爸爸对谁都是宽厚的 甚至是重伤他的人 攻击他的人 他一样用包容的心 用宽厚慈爱的态度去面对 我认为我跟我爸爸做的事情 都是在帮助台湾 他比较从比较高的地方 比较宏观的角度 来关照这片土地 我从基层做起 帮助每一位孩子 这过程中 我自然会继承我爸爸的理念精神 曾担任看见台湾旁白的导演 吴念真及摄影大师李平斌 也到场致计 吴念真感慨地表示 原本以为可以豁达面对生死 但祈祷的离开 仍旧让他无法释怀 他很认真地做了一部电影 让大家所有人都 可以去看到台湾的哀愁 那我觉得我们活着的人 如果有可能就继续爱护这个岛屿吧 因为所有这个地方 我们也没地方可去 就是 齐柏林先生啊 我为国家 我为台湾做好多事情 我想大家都会记住他了 我觉得他会活得比我们还久 齐柏林告别式结束后 遗体将火化 骨灰将安置在金宝山园区 并设置纪念碑 另外16号下午 阿波电影公司也将举办 永远的齐柏林纪念音乐会 届时导演吴念珍 主持人陈文倩 以及摄影师李平斌 将担任引言人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 监狱旗黄家华台北报道